夾小的空间里 钥匙双手从没停过的忙着配药 两额受到疫情的影响 现在各家医院都传出钥匙荒 便宜要轮斑嘛 我们有小业 我们有大业 我们还有急诊 钥匙的调剂工作量会明显的跟其他的职类 譬如说像社区的教育啊 还是一般的精神的 工作的量 这个负荷会比较大 为了改善钥匙的高压工作环境 与人员流失的状况 齐美医院寄出调新方案 而成大医院则是开始引进AI自动分钥设备 降低钥匙的工作负担 这些设备可以cover我们四分之一的工作量 钥匙有没有少 其实我们只是重新分配钥匙应该要做的事情 去思考说 你们整个的医院里面的一个 钥匙的一个管理制度啊 环境啊 职业啊 职业场所啦 最主要是薪水啊 钥匙当然现在很强所 他当然会比来比去的啊 钥匙的一个起伏都是靠你调剂一张主方签 那你有多少钱 这不对 他有很多专业的地方 比如说他有专业性的判断 但他还有私行费用等等 全台钥匙有三万多人 其中在医院服务的有八千多人 在台南钥匙职业等级大约三千人 从医院配置来算并没有缺钥匙的状况 钥匙工会与专家都呼吁 要从各方面来检讨省事 才能将人才留在医院 人间新闻台北台南综合报导